开缸开放给全民参观的南韩青瓦台 出现许多外国脸孔 趁着好天气穿上韩服拍照留年 原来这群人是北美地区的旅行业内人士 趁着六月起南韩旅游解禁 和南韩当地业者讨论开发 包括青瓦台在内的全新旅游套装行程 南韩从6月1号开始 重新开放外国人申请短期访问签证 观光 探亲 商务等目的统统放行 签证期间最多可停留90天 只要是疫情等级属于一般的国家都能申请 台湾也包含在内 旅客需具备出发前48小时内检测的PCR隐形报告 已接种两剂以上WHO紧急使用新单疫苗 入境免隔离 南韩今年疫情趋缓 政府逐步解除防疫措施 同步开国门就观光 根据统计 2020年南韩国内旅游业者 比前一年锐减1310家 旅游从业人数同比减少30.7% 销售额同比下降69.4% 旅游产业年销售金额损失高达30兆韩元 鼓励政府提供补偿 亚总补偿旅行业者南韩政府还在伤脑筋 眼前先以重新招揽外国公安客入境为优先 将与知名旅行社合办线上旅游博览会 同时与南韩国际航空公司合办机票优惠促销 南韩政府计划利用南韩天团BTS 和韩剧游鱼游戏等 在新冠疫情下仍然大名大方的南韩演示内容 当作旅游号召的基础 将在全球50个城市举行南韩旅游说明会 吸引外国游客重返南韩观光 各家航空业者也迫不及待 迎接好久不见的旅游商机 大韩航空 海洋航空等南韩国际航空 都在这一段时间重新整顿班机 2019年应征上的新人空服员 历经漫长的等待 终于盼到飞上青天的这一刻 然而受到高油价影响 航空公司的燃油附加费达到历史新高 机票价格预计也将因需求急增上涨 疫情前的廉价机票恐怕回不去了 旅客想要重新踏上观光旅程 势必得多付出一些成本 TVBS新闻综合报道